哎 丢回队友照顾啊 小薪通过第一个副本了 不行 再教下去啊 我可丢不起这个人 我要变强 粉丝叔 做UZI冲锋枪吧 这比那边盾好用多啦 好 那我就做UZI冲锋枪 需要十个铁柱键 十个六角钉 二十个爪子 看样子啊 六角钉还不够 差了一个 一个六角钉需要两个身铁 四个慢腾 两个骨头 算一算 嗯 就差身铁跟骨头啦 秋日三菱果 来了 又开始新一天的拔木 挖石生存之旅 顺便击杀动物拿点骨头 出一小树枝 用来做身铁辅助材料 石头呢 就拿来做身铁的主材料 我付出了几把稿子跟斧头的代价呢 终于拿了一大堆材料 这些UZI坏不是囊中之物呢 我一次性做了七个六角钉 多两个可以留起来 好啦 现在可以做枪了吧 哎 怎么还是不行 这是欠了什么吗 爪子是爪子 这玩意儿是要哪弄呀 我查了一下 需要去什么杀石堡或者夏儿镇击杀野兽 什么 去击杀野兽 过分啦 我就一把枪 要击杀野兽 我继续搜了一下 夏儿镇是一个交火区域 是可以随便杀人的 过分了 那不是墙者的天堂 像我这样的快去乖乖的去杀石堡吧 坐这么久飞机 终于来到沙石堡了 沙石堡这里有很多任务 支援挑战任务 击败三只脚鳞 掌心麻精皮 找科技会的视频自拍 这不是跟秋之声音差不多吗 剧情能不能来点新花样啊 不过容易点也好 找爪子要紧 经过一番探查 可有三次找到爪子了 就是解头狼 太想咬我 过分了啊 看在你身上有爪子的份上 我就送你一程吧 继续找爪子 来这地方还有佣兵呢 我不能再跑来 我是来增强的 咦 还点弱的啊 这身上也有爪子啊 那怎么说 该不会是有爪子的生物 都会掉落吧 那伤识也不会有吧 你试一下 我以为还真的有 这伤识有爪子 那就不需要找狼了 想伤识还有成就感呢 现在好了 二十个爪子到手 拖银回去 喂喂喂 这拖银还要收税的吗 只剩下十八个爪子了 可恶 只能够继续去刷爪子了 有了经验 四个爪子很快到手 给你收税 也总得有二十个了吧 奇怪 这次怎么不收税了 UZI也顺利的做了出来 那现在 我有资格挑战副本啦